所以有時候大家覺得 非常貼心的服務 有時候還是不小心會踩到雷 但如果怕踩到雷 相對的我們也有 非常多好的經驗 可能你不知道 對 趕快來推薦一下 因為最近東西也買有點多 有點亂喔 不知道要怎麼整理 那我先來 對 要請大家來分享一下 你遇過超好的服務 對 我最近試了一個 我覺得就是 對我的生活幫助很大 它叫整理師 整理師 我家好需要喔 對 因為我家住了七口人 而且 而且從念幼稚園的 到念高中的都有 範圍這麼寬喔 對 因為我的小孩 跟我弟的小孩 所以那個小孩 我想說 我剛剛一直在想說 還這麼快 所以你只要家裡面有小孩 其實你的東西會非常地多 因為他們一年從衣服 到他的用品 然後到學校的用具 非常非常多 後來我是聽我朋友介紹 他試了整理師 他覺得很不錯 他的生活有很大的不一樣 我就說好 那先從我們家廚房開始 因為廚房的東西 廚房是很多收納空間 對 但是 然後他一開始 他就說 好 你先等我一下 他就把所有 我廚房裡所有櫃子的東西 全部都推出來 拿出來 他全部都先拿出來 我就 原來這麼多 他說 而且我先把過期的東西 先幫你挑出來 我就發覺 我們家有 最不整理不知道 對 因為塞在最裡面 因為你一直買就是 會放在外面 你一直買新的 那舊的就往後推 所以他一開始說 原來有那個過期五年的泡麵 然後還有那個 杯子缺一個 罐頭 那是基本的 三年五年 那是基本起跳的 後來他就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的習慣 你在哪裡切菜 你在哪裡洗 然後你在哪裡 他等於說 把我整個做菜的流程 他會先 對 他會先花一點點時間 先跟你溝通 你的整個的習慣 那你來思考一下 哪些東西你要留下來 因為他會 因為一開始我就說 這個我也想要 那個也想要 每個都捨不得丟 對 他後來講了一句話 我就突然頓悟了 他說你住這個地方 一坪應該最少五六十萬起跳 那你想想看 看你一坪五六十萬 放這些東西 你OK嗎 我就說 對耶 異語驚醒動中人 這段舌離的書有寫過 對 就是你的五六十萬 你拿來放一堆類的 就是在放衛生紙 對 所以在當下 他這樣子就把我整個打醒 然後就稍微做了一些篩選 然後做完篩選之後 他就開始依照我的習慣 跟我的整個的作息 開始把東西做系統的分類 其實很多人都跟我說 那你後面維持 應該是他整理完 隔天就會亂了吧 我說不對 不會啊 你只要請專業的人 他會依照你的習慣 然後有條理的幫你整理好 你的東西 我就後來發覺說 原來他會把很多東西 他就說基本上 你會常用的東西都在外面 是 然後他會依照你用的順序幫你擺 所以以後我只要照他的模式 擺好就好 那你不會找不到 對 你不只不會找不到 而且再也不會有過期的問題 而且所有的東西 你就會發覺他看起來 那他這樣來一次要多少錢 我覺得不算貴 像如果一個人 一個小時是六百五 那還好 好貴 所以這個是你們家 對 這是廚房的部分 就是那個檯面的部分 中島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中島 到最後就是亂堆東西 還有我一直以為 像我們不是有很多 買完東西的那個購物袋嗎 我一直覺得 我的抽屜 像上面是我自己 本來收的狀態 我覺得我的袋子也不會 OK的 對 也OK啊 對不對 可是他一整理完 我才突然發覺 依照大小 他還教我怎麼擲 對 他依照大小 我就 原來袋子還這麼方便 因為我家這個袋子也超多的 現在已經一直想 抽屜都在放這個袋子 你會發覺那個抽屜 它只會一直堆一直堆 然後每次你要裝東西 你找不到你要的 然後要裝差不多大小的 一拉出來全撒 對 所以它這樣稍微分類 分類我覺得實用性變很高 所以我覺得整理師 可是找還是很看 每個整理師的功力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找過很多次 然後我第一次找的時候 我印象真的超深刻 他都幫你丟掉了對不對 我跟你講沒有 如果丟掉可能也還好 我就是懊悔而已 我第一次找的時候 他跟我說好 那我找兩個很有經驗的去 要 所以等於兩個 一起來 我是一個小時要花兩千四 因為我們家也是四個小孩 然後小朋友東西很多 玩具也很多 我說好 那你先幫我把小朋友的衣服 全部整理好 那他說 他到了 他說好 那我跟你說 你現在這邊呢 你可能會先用到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收納 那哪樣的櫃子 哪樣什麼 我說 可是我現在沒有 他說 我可以現在陪你去買 可是它是算時間 你知道嗎 如果他陪我去買 對 那我就說 好 那沒關係 這個我下次 那你先幫我把這些東西 分類好 可是因為你知道 我們自己有小孩子的人 在分小孩子衣服的時候 其實你會除了年齡之外 你知道譬如說什麼 零到三個月是一組的 對 什麼三到六個月是一組 六到十二個月是一組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他那個分法年齡 可是他們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在分的時候 他長短袖 小孩子的年齡 他沒有這樣去分 他可能只是很簡單 分男生 女生長袖 短袖 那就變成 整個都弄好之後 我還是很亂 而且你一找 整個就大 又亂了 對 我問了要找哪一個 歲段的 哪一個年齡段的 長袖短袖 因為我們家四個孩子 但是孩子多得困擾 真的 就是都不同季節 所以整理師的素質 也是有差異 對 功力差很多 然後後來他弄好之後 我就想算了 就是他已經整理了 那後來他就開始弄玩具 那玩具也是一樣 你知道我們這種 有一點強迫症的人 小朋友的玩具很多 它是一組一組的 對 他就會把很多東西 其實他可能覺得同類 他會把你全部塞到 同一個地方去 我想完蛋了 那他們可能是沒有生過的 沒有 對 小孩子今天要找他 跟你說媽媽 我那個高爾蘭裡面 那個麵包咧 雞蛋咧 我怎麼知道雞蛋去哪 什麼東西都找不到了 我為了要找那個雞蛋 然後小孩在旁邊 一直在那邊嗨 嗨 嗨 然後你就在那邊東翻西澡 你又把所有東西 又再弄出來又亂 好 所以結論是宇安 等一下我們可以留一下 要留他那一個 整理師 對 他沒有知道 好 那英文還有日過 什麼好的服務 你覺得很值得推薦 有 我覺得有一個 有一種職業叫 有點像保姆一樣 他會有很多 他受過 專業的訓練的 對 他會告訴你 他有哪些執照 有些有潛水執照 然後他有什麼桌球 以前第幾名 然後什麼大學畢業 對 然後會租新算什麼之類 那我曾經就請過一個 府人大學的陪丸姐姐 他就來陪他划那個 就是直排輪 他自己帶他自己來 然後他說來吧 我陪你划 就是陪他划而已 對 打球就是陪他打 沒有 不是我覺得 陪真的比較好 因為陪的感覺是 小朋友我在玩 對 如果一說 媽媽幫你找一個語球 教練來要上課喔 他一聽到上課 他就沒興趣 對 所以他沒有 他就是不是很嬌 然後因為當時會想要找 是因為我生了第三個小孩之後 前兩個的歲數差得有點遠 你陪到這個小的 你就陪不到那個大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不錯 那當時他一個小時 可能在台北是四百塊 然後他就說 那如果來可不可以四個小時 就是不要 save我一個小時而已 那妳剛好三個小孩輪時段 對 沒有 他就是一個人 可能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他就陪他們玩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我覺得 天啊 真是太棒了 就是他就說 哇 那姐姐真的很好 而且你知道 她的很厲害 她的腳 還有她的裝備 我會跟她買一樣的 他就會想要陪她一起 對 那我當初會知道 這個是因為有一個姐姐 約我去那個就是親子餐廳 然後那因為那時候 我就說怎麼辦 我們兩個都有小孩 那去親子餐廳 那個人又不幫我們帶小孩 他說沒有問題 我打電話給裴彎姐姐 是她 找她來 那因為那個地方 是不是有很多 有些親子餐廳 媽媽腰有多大 都已經帶小孩去親子餐廳 對 還有小的朋友 因為妳問媽媽 就是小朋友在那邊聊天 沒錯 所以妳看林醫師笑得多開心 他是在場唯一的男生 他也不會懂媽媽 壓力怎麼那麼大 然後好像比如說 妳可以找裴彎姐 比如說攀岩廠 我只是不想陪 我說 沒錯 對 我們兩個人就要一起聊天 就只想聊天滑手 對 不然她就有拜託 有人陪她 很好 所以你看 有多少你不知道的 這個宅服務 宅經濟 現在讓大家會覺得 非常貼心跟便利 趕快筆記加一 必須要怎麼自己打電話 我覺得就是 我們一貫的那個精神 Happy wife Happy life 媽媽有時候 真的要讓自己喘口氣 找這些好的資源系統 對不對 房子可以找人家 稍微幫忙打掃一下 還是可以找人家幫忙顧一下 我跟你講 換個手差很多 對 真的 好好善待自己 沒錯 今天非常謝謝姐妹們 謝謝 你所有的家務室 跟上潮流社會室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室 還有時尚這檔室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室 趕快來訂閱